很多人都觉得血管是中老年人群才操心的问题 其实啊 30岁左右的人们呢 就应该注意血管健康了 再加上现在饮食方面不节制又缺少运动 这就更加速了血管的衰老和损坏 今天我就教你几招 帮你清一清血管让你的血管更年轻 一 血管清道夫 日常的饮食啊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燕麦 黑木耳 茄子 红薯 洋葱 大蒜和山楂等食物 也可以用山楂干来泡水喝 闲着没事喝几口既能疏通血管 还能保持血管壁的弹性 对血管非常有好处 二 补充叶酸 心血管疾病啊在夏季发病率最高 加上天气炎热 死亡风险啊也是会明显上升 心血管病人群啊适当的补充叶酸好处很多 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一般在绿叶蔬菜 西兰花 柚子 橙子 芦笋等食物中 叶酸含量比较高 夏季经常补充叶酸啊可以扩充血管 促进皮肤血液循环 最终起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主心骨 什么累活苦活啊都要承担 这万一闪到了腰就不好了 所以男性健康一定要注意守护 今天啊告诉大家几个顾腰补肾的食物 帮助男性守护健康 一 地瓜 地瓜在不同的地方啊有不同的叫法 什么红薯啊 番薯 干薯 白薯 山芋还有金属等等各种各样的叫法 它含有蛋白质 氨金酸等营养物质啊 具有补肾 益气血 保护心脏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比较适合肾脏虚弱 身体瘦弱乏力的男性朋友 二 西葫芦 西葫芦皮儿薄 肉厚 怎么做都好吃 不管是炒着吃还是炖汤吃都非常好 它除了可以治疗肾炎 肝硬化腹水等疾病啊 可以增强胰岛素的作用 对血糖也有着调节的作用 可以有效的治疗糖尿病 建议男性朋友们啊 常吃这两种食物 当然可以通过喝黑枸杞茶来滋补肝肾 中糖尿病患者很多 人们啊都注意控制血糖 但如果饭前血糖高了 这就麻烦了 是等血糖降下去再吃饭还是应该怎么办呢 手下还是要找到饭前血糖升高的原因 今天我就为大家总结了几条原因 一 前一顿餐 有可能是你前一顿饭吃的有点多 尤其是肉类油脂类食物 这些食物啊都是热量高并且升糖慢的类型 刚吃完感觉没什么 但是吃完过一会儿啊 血糖就慢慢的升上来了 所以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 二 药量 也有可能是你的药量不够 也就是前一天晚上的降糖药物剂量 没有办法维持到第二天早晨 这样啊就比较容易出现饭前血糖高的问题 出了问题一定要先找根源 饭前血糖高 不要等血糖降下去才吃饭 平时啊也可以通过泡点玉米须茶来控制天气太热 有一些人身上啊已经热出了肺子 痒痒的特别难受 但是铺肺子粉呢又白白的很难看 实在是个大难题 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在这里教给大家两个小妙招 一 马齿线 农村的地里路边有很多这种野草 闲着没事啊可以去采摘一点 用它来煮水泡澡啊去肺子很有效 而且这种野草食用的效果啊也是非常多的 可以清热沥湿 消炎消肿 当然平时也可以喝点冬瓜和叶茶来清热沥湿 把马齿线当做菜肴啊也是非常好的 二 西瓜皮 夏天必备水果就是西瓜了 这西瓜皮啊也是有很多 其实啊吃完的西瓜皮呢可以切出白色的那部分 轻轻的擦拭起肺子的地方 凉爽 直氧还能让肺子快点下 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疾病 它能引发多种其他的疾病 所以日常啊高血压患者也一定要注意防护 这些会引起血压升高的食物啊 尽量不要吃 一 钠 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钠盐 钠盐吃的太多的话呢就更容易患上高血压 它会让血压升高 所以啊平时含颜量高的食物 比如辣椒酱 咸菜 芙芽等等的食物啊 尽量要少吃 二 糖类 它会转变成脂肪 从而引起肥胖 大家都知道 这肥胖啊就是引起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样一来呢吃了糖类过量就会间接导致人们患上高血压 像平时含糖量多的食物 比如苹果酱 白糖等等的食物尽量要少吃 不利于控制血压 建议大家平时常喝黄苦桥茶 有降血糖 降血脂 降血压 那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减肥 不管是运动还是吃水果 蔬菜 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试试吃这一物 或许能够帮助你减肥成功 这一物就是辣椒 一 燃烧多余脂肪 辣椒中含有辣椒素和膳食纤维 辣椒素可以促进肠胃消化 加快脂肪的分解速度 防止体内脂肪堆积 二 抑制食欲 能抑制人们对高脂肪 高盐 高糖食物的欲望 如果将辣椒作为主餐的一部分呢 还可以增强饱腹感 三 加快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速度慢 脂肪燃烧的速度也就慢 如果你的新陈代谢速度提高了 那么也就会消耗更多的卡路里 燃烧更多的脂肪 但是并不是说吃辣椒就一定能瘦下来 还是要适量的吃 因为辣椒吃多了呀 对胃也不好 不要适得其反 或者啊你可以选择喝冬瓜荷叶茶 来达到让大家好不好奇一个事情 就是古代人们是如何避孕的 有些人呢看了各种各样的公斗剧 想想都知道 当然是用摄香藏红花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两种东西 一 摄香 摄香分为人工摄香和天然摄香 人工摄香啊是合成香料 在经常使用的香水或者是化妆品中 不会对女性的声誉啊造成影响 只是充当着香味剂而已 但是天然摄香就比较危险了 比较容易导致女性流产 所以说女性最好是远离天然摄香 二 脏红花 其实脏红花只对孕妇有影响 对正常的女性啊反而是能够起到 活血化淤美容养颜驱斑 调节月经不调等功效 用脏红花泡水喝 还能够改善手脚冰凉 面色苍白的状况 如果你怕这个不安全啊 平时也可以用落神花来泡水喝 也可以起到美白去斑 穿裙子好看就将自己胳膊上 腿上的汗毛除掉 有一些女孩子啊为了穿小吊带更美观呢 就会把叶毛也去除 但是这样对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一 功能 叶毛可不是没有用的 当人们在跑步走路或者一些其他的 摆动手臂的运动时啊 叶毛就可以减少手臂之间的摩擦 覆盖并保护住主要的动脉 并且啊能够促进性激素的释放 当人们在去除叶毛的过程中 叶下柔嫩的皮肤啊可能会受到刺激 从而引发毛囊炎皮疹甚至是感染 不管是用刮毛刀还是用脱毛膏啊 对叶下的皮肤都不好 会造成一定的刺激 所以说从身体的健康角度来说 不要为了美观就去除 因为鸡汤特别补身体 不管是孕妇啊还是虚弱的人 都要喝一点鸡汤 但是鸡汤真的这么有营养吗 其实以下的这几种人呢 喝了鸡汤不但对身体不好 还会让你越喝越虚 一 胃酸过多 胃酸过多的人要是喝了鸡汤啊 会刺激胃补分泌出更多的胃酸 所以患有胃溃疡胃酸或者是胃出血的人 不适合喝鸡汤 记住有炎症的人千万不能吃温补的食物 只会不利于炎症的恢复 鸡汤也是同理 3.高血压 鸡汤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如果高血压的人喝了 会产生动脉硬化这个问题 还会使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持续升高 很难下降 所以啊以上三种人还是不要喝鸡汤 养生知识每天学一点 健康生活临近一点